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0.4个百分点至到2.3%和2.5% 但IMF指出美国经济仍然存在隐忧 认为特朗普就职总统之后的刺激经济政策 如果只有短期的效果 反而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甚至可能引发贸易战 到时全球将都是输家 IMF也预料中国会延续刺激经济政策 将今年增长预测由原来的6.2%调高至6.5% 但对明年经济增长会放慢至6%的预期不变 IMF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菲尔德预计 政策将会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但未来急速或破坏性的放缓 仍是存在的风险之一 因为信贷大幅扩张 企业债务恶化等问题仍然存在 尽管IMF在这份经济展望中 看好中美经济前景 但却调低了多个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预测 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那今天最后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丰盛金融资产管理董事 黄国英先生Alex Alex欢迎您 我们知道这个IMF这一次的话 上调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前景的一个预测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份报告当中的话 也谈到说其实两个国家 尽管经济在这个企稳 或者说有一定的增长 但事实上隐忧也是存在的 其实在您看来的话 您觉得说怎么来看这份报告 那您觉得未来两国的经济增长 前景是怎样的呢 其实如果你看现在的势头是两个都好 那最近虽然中国的股市 没有这么特别的表现 但是如果你看数据的话 其实是好了很多 这个PMI强期都在50以下 然后那个PPI也是很久 没有见过是转正 所以如果怎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中国的经济 其实虽然说大家气氛不好 但是其实本身的表现是好了一点点 这个势头是好一点点 但是当然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特朗普 他对于这个中国的态度其实不好 贸易界还是大家最担心的地方 所以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变数还是在哪里 对于美国也要影响其实当然是 当然美国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最近你看到比较多企业 都是在美国开始赞聘人手 所以对于它来讲的话 这个机位创造是加坏了一点点 那美国经济的一个好转的话 它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现在的话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转型呢 还是说现在传统产业开始这个气死灰上了 其实你会看到传统产业开始追想一点点 最近如果你看传统企业的业绩 比方说银行的都是好转的 其实美国经济的如果你看数据是一路都好 但是主要是工资增长不好 这个可能今年会加快一点 因为主要是人手装聘的比较理想 还有法律项 发贵项也多了一些州份 是推高这个工资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也要帮助 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那上台的时候他将会发表这个演说 演说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会不会有一些市场的惊喜出现 还是说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会有一些惊吓 其实如果是风险应该就比较多 因为主要是现在市场都比较乐观 所以如果是过度的乐观是吧 你可以算是一点点过度的乐观 主要是之前吵得太厉害 然后上一次他季节会的时候 主要是集中在他机会创造的一方面 还有俄罗斯是季节问的 主要是怀疑了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谈到他的政策 所以有个政策的话 其实最大的关注当于是贸易方面 因为主要是他对中国态度 还有德国的态度都不好 德国他才说的汽车也是太多在美国 但是太小美国车在德国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他对其他贸易伙伴的态度 还是不是太好 是 其实在这个星期的话 有很多的一些市场风险出现 比如说还有这个英国方面了 英国的这个印托欧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呢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这么来看的话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这段时间的美股 你觉得大概是有什么走势会比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其实美股方面可能回晚一点点 但是不会太多 因为主要是大家都期待这个 上台之前为了调整 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会要调整 所以可能市场之前已经比较省盛 所以这样看起来反而这个调整的压力可能不会太大 还有主要如果指数方面可能不会跌太多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金融股刚刚刚公布业绩 大部分都比较理想 对对对 所以这个板块其实你看股计方面是 全个市场当中主要板块是最低的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他们是发力还是顶住这个指数的话 还是应该不会跌太多 所以说整个美股的话还有一个支撑 那纳斯达克的这个指数呢 比如说这个互联网下面 接下来就是最近复原期间受了追捧 主要是可能是之前 年底之前调整的太多 然后大家 当然这个板块基本因素上还是比较好 所以起步是比较低 所以最近追捧上来 但是如果调整的压力 可能这个板块反而可能是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主要是之前已经表现得很好 然后调整就要再上来 但是我觉得没有新的吹发机 因为金融股可以还有动力的话 主要是过去五年都没有人买 都没有这么长 然后现在复原之间变成焦点的话 就可能这个动力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如果开完股的话 因为过去五年都是主题 所以应该要买的 大部分都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的风险 还是这个板块可能比较高一点 好的 谢谢华先生的分析 就是这个调整的调整的调整